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4日 衷心感激 過去一個星期 大家對我的關懷 支持和包容 尤其是會員的朋友 我過去一個星期 其實十天接近 沒有更新到Patreon 以及沒有更新到YouTube Patreon上載我和陶國章老師 一些精選的聲音檔 由管理員代為管理 因為如果有看新聞就知道了 過去一個星期 我家中發生了一些事情 要很多時間料理 現在稍微安定了 希望可以恢復工作 但是可能接下來的拍攝節奏 也不會像之前一樣 所以要慢慢重拾正軌 衷心感激大家對我的鼓勵支持 我另外還會拍一段視頻 講講我過去一個星期的經歷 今天要說什麼呢? 由於這十天發生了很多新聞 但是我沒有時間去追 但是有一宗新聞 是跟教育有關的 而教育就是我過去長時間關注的事情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裡分析一下 話說在大陸有一些學者 據說有百多二百人聯署 希望將習近平大學重新命名 將清華大學改成習近平大學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清華大學是美帝建立的大學 就是由於當年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之後 簽訂了根子賠款條約 但是美國人沒有用到的錢據為己有 將錢連本帶利地歸還給中國人 譬如說興建一些學校 興建醫院 也將錢用了數十年資助中國的留學生 去赴美讀書 培育了中國的第一個 諾貝爾物理學長得主楊振寧 還有很多著名的學者 也是用功費留美的 這是美帝的背景 而清華大學是其中拿根子賠款 興建的一間大學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清華大學還有清王朝的封建特色在裡面 因為他的地方在北京的清華園 所以清華大學以清華園命名 清華園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是四哥哥 對上的三哥哥的僱元 所以裡面有封建特色 所以將清華大學改名成為習近平大學 有很多人認為這樣挺適合的 尤其是今年開始 全國的很多高校 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 列為必修科 將他的地位超越了對上的胡錦濤、江澤民、鄧小平 直追毛澤東思想概論 毛概 現在有習概 兩概 中國大學生從此 就可以學習到這些思想 而我的分析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他有幾個重點 這幾個底線原則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具體內容 但是我歸納出來的三大底線原則 一定要學習的 第一 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談 不同國家之間都可以溝通 但是一定有一個原則 就是責任不在我方 無論是外交還是外政 責任也不在我方 這就是新時代的一個最核心的思想 第二 就是犯我中華者 雖遠必珠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大家知道了 毛澤東思想概論 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 根據鄧小平的說法 毛澤東思想 就是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共同建立出來的 習近平外交思想也是 習交思想也不是習主席一個人的 必然是他跟他身邊的人一起建立出來的 就是犯我中華者 雖遠必珠 就是過去幾年 這個時代的核心思想 第三點 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中國必成最大贏家 所謂雙贏 別人在不同世界的理解 雙贏就是win-win situation 你贏我也贏就win-win 但是中國的雙贏就是中國要贏兩次 無論如何 中國也成為最大贏家 這就是第三個核心的底線原則 這一點 就是從此就會寫進中國下一代的教育裡面 所以將習近平大學證明 把清華變成習近平大學 現在似乎在國內有部分 我相信也不是主流 有部分人其實有一種勸進 其實就是 袁世凱的時期就是有很多人勸進 拿破崙、清帝也有很多人勸進 首先就是一步一步要將它威權化 然後個人崇拜化 最後才能夠永續帝位 永垂不撓 當永續帝位之後就是將它全之萬世 這就是歷代帝王也莫不如是 當然 個人崇拜化就是在過去100年 國共兩黨也是很常見的東西 因為尤其是國民黨 它是私事蘇俄 它跟共產黨一樣 大家都是將它列寧化 私事蘇俄 所以在國共合作的時期 最早期就在莫斯科設立了一個孫日仙大學 或者叫孫中山大學 後來 與此同時就在廣州也設立了中山大學 所以莫斯科和廣州都有中山大學 現在今天在台灣也有一間中山大學 而蔣介石死了之後很多年 在1987年的時期 李登輝當時是副總統 也在台灣建立了中正大學 所以以領導人為名的大學其實是有的 國共兩黨也是有的 當然在西方也有很多 譬如說倫敦有Queen Mary Kings College 這些也是很多以人名或者以皇帝名去命名的 這是歷史上也有的 但是他們通常都是紀念先人的 中正大學也是紀念先人的 紀念蔣中正 已故總統嘛 但是呢 以當朝的人去命名的 孫中山是一個 毛澤東也沒有 毛澤東最多有商談學院而已 但是商談學院也不是真的以毛澤東命名的 所以毛澤東也是沒有的 現在呢 習主席 就是有人勸進 將他清華大學變成習近平大學 那就是公概 毛主席了 德廉 就是鄧小平的 同志 所以這就是看到在現在大陸一些比較積極的激進的人士 他們呢 對於習主席的揣摩 其實就不為餘力了 這是第一個要講的 第二個就是之前四川大學 有一個校委書記 就說跟校長有權鬥黨爭 結果呢 就是自尋短見 這個我就要講一下了 到底現在中國大學的 校委書記大丫還是校長大 我自己本身呢 在大陸的大學裡面呢 我就是直屬 就是 校委書記 因為校委書記當時是兼任我院的院長 所以我就是 有第一線的 了解這個工作的 了解他們的權力分配的經驗 那麼大陸的大學呢 名義上就叫做 校委領導下的 就是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校長呢 是要under黨委書記的 那麼黨委書記呢 就是管黨務 但是問題了 校長呢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黨員 所以他一定要管校長的嘛 就是管黨務就一定要管校長的 校長就管行政的 但是有些學校校長大一點的 有些學校校委書記 黨委書記大一點的 那麼原理就是看看 他們雖然是同家學校做而已 但是他們黨內也有排名的 他們黨內也有他們的權力分配 以及後台的 所以不同的學校都有他們的特性在裡面 那麼有些呢 校長的後台硬一點 那麼校長的權力大一點 那麼有一些呢 就相反了 就是黨委書記的權力大一點 那麼就是他後台呢 在黨內的勢力比較強一點 那麼你做這些位置呢 其實呢 就是有很大好處的 那麼有什麼很大好處呢 就是你上去很多年紀都差不多了 起碼五十幾歲 雖然今次新聞的比較年輕 但是呢 大部分都五十幾歲了 那麼你理論上六十退休的時期呢 你就是有機會升遷 也有機會提前退休的 那麼所以很多的情況都是 他們就會安插很多自己的親信 然後呢 創建一些學院 又或者呢 本身也是找一些學院給自己兼任 那麼因為呢 作為一個學院的領導呢 他們退休的年紀就會比黨委書記 所以很多的黨委書記學校就會做這些功夫的 這是第一 就是權力尋租 為自己安排一些後路 那麼當然有一些可以升上去其他大學 升上去教育部 那麼這些呢 就是有他們自己的一些仕途 但是不是的話 也有些學校就會安排一些退休工作給自己 那麼所以中間呢 他只要做了這個校委書記 他就可以安插很多自己的人 因為呢 就是理論上 聘人就是人事部的嘛 聘人應該是校長的負責的嘛 但是問題呢 他們聘人要經過政治審查 尤其是過去幾年 政治審查就非常嚴密 所以呢 校委、黨委 就是控制了學校人事任命的大權 生殺大權 所以呢 變成他們的權力尋租的機會大了很多 除了安排人事之外 學校的資源運用 建立姐妹的學校 所以有一些就是 他在A學校 跟B學校建立了很多關係 結果退休的時候 就去B學校裡面做客座教授 兼任院長 去做這些工作 所以呢 這是權力尋租 結果在他們的負責領導之下 大陸的大學普遍搞學術都很難搞出什麼花樣出來 所以 有線電視 有線新聞組 就訪問清華大學的教授 問他們怎麼看學校 他們權力鬥爭的事情 怎樣鬥爭都沒有用 最後會影響到學術的 因為必然會影響到學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尋租和權力鬥爭裡面 他們請人用人的時期 就未必是以學術水平 未必以對學校的貢獻為第一個考慮 而是 他請這個人對他有沒有好處? 也會請到大名的學者 因為請大名的學者 也會對他有好處 而請大名的學者也會對學校有好處 但是更多時候 就會請一些人聽話的 請一些人跟黨做 聽黨話的 然後學術方面 結果少了時間去做 所以你說中國大陸的大學 他們的資源這麼厲害 出了兩家 北大和清華在國際排名上不錯 但是其他就遠遠難以期及 因為北大清華第一就是歷史根基深厚 第二就是他集中全國的精力 這個我跟說過深圳經濟奇蹟一樣 這種叫做偉哥效應 你集了這麼多資源下去 全國的人才下去 你當然是跑出幾家大學好的 但是整體來說 都難以培育了好的大學出來 因為有剛才的原因 太多時間花在尋租上 太多時間花在權力鬥爭上 而是沒有時間搞學術的 結果學院領導或者校委領導 說一句說要搞什麼 結果全校集中精力搞那件事情 而搞那件事情大家未必擅長 未必適合 地理位置上未必做到 文化根基上也未必對 結果浪費了大部分資源 所以在大陸的大學裡面 難以做到好的 當然了 以後香港的大學也是一樣 現在剛剛有一個立場新聞說 香港大學的副校長 原本在U.C.Barkley做系主任 現在結果來到之後 被人找到他是黨員 做過黨委的 黨委委員 以前在清華大學 他自己否認了 香港語也否認了 但是這個在新時代是無可避免的 新時代 習近平的思想就是認為 香港不能夠好像以前一樣 香港以前的百多年之所以成功 來自四個字 左右逢源 他站在西方的自由主義立場上 但是也能夠跟中國大陸交通交往 但是現在回歸了 要二次回歸 二次回歸就不能夠兩邊走 一定要全面跟黨走 全面在政治上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所以香港以前的幾間大學能夠在國際上 有這麼少資源的情況下 人口這麼少 在國際上排名名列前茅 港大長期排二十多 有時上到十幾 中文大學 科技大學也緊隨其後 三十幾至六七十 這是很厲害的 以七百萬人口能夠跑到三間 國際頂尖的大學出來 大陸十幾億人口才能夠跑到兩間 但是以後這種情境 此情此境 跟香港以前的港產片 流行曲 那些一樣 都是此情不在的 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 我們也要在新時代看看 做出一些適應 最後 請大家包容 也要再多次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OK? 留言 多謝大家鼓勵 Patreon也是 很感激 因為 發生這麼多事 還有四千多人不離不棄 當然缺了幾百人 因為沒有更新這麼久 缺了幾百人 但是還有四千多人不離不棄 我在這裡 衷心向大家作出萬二分的感激 拜拜 你經常會購買電影、電視台、電視劇 一些劇集來看 所以網上付費也多了 網上過數給別人也多了 所以要好好保護我們的網絡安全 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而且我自己也會喜歡在咖啡店坐幾個小時 用公眾的Wi-Fi 用公眾的Wi-Fi 你的網絡安全更加要保護得好一點 除了防毒軟件之外 VPN原來也是一個有效地 隱藏你的IP的一個方法 尤其是香港現在有些不可抗疫的原因 要保障隱藏你的IP有一定的重要性在裡面 這大半年我正在用NordVPN NordVPN第一就是比較大間 第二就是目前伺服器的系統 也是比較穩定的 以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有很多IP公司 VPN公司聯絡過我 我自己用我的經驗來講 我認為NordVPN是我目前用過的 VPN裡面是最暢順的一種 而且用VPN還有一個好處 譬如說你在看YouTube 看我現在的視頻 我自己經常用德國、挪威、瑞典、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日本 譬如說用日本的VPN 我就會看到日本YouTube的廣告 看到日本我喜歡的明星 用歐洲VPN 用挪威、瑞典 我又看到他們的廣告 雖然我不懂得聽他們的語言 但是也可以開到眼界 同樣道理 用VPN還可以了解到很多當地有效的資訊 所以這大半年我用NordVPN的經驗都是良好的 所以在這裡我推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訂購、訂閱NordVPN 詳情在下面的info或者留言置訂 你會看到的 他們沉寶 早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